新手剪长一点 然后对折 注意中间不要粘在一起 网络上搜寻奈米胶带 刷下来一整排都是教学影片 应该作为粘贴的工具 成为时下最行手做玩具 大家是很流行在玩吗 对 大家都有好玩 为什么好玩 很漂亮 还有颜色的 实际到文具店 各种款式奈米胶带 就放在靠近门口架上 甚至很多弄成套组 一个盒子里附有亮片 珠珠和一根吸管 只要粘起四周往里面吹气 就会像气球一样膨胀 不过实测其实没那么好吹 所以很多人会用热来辅助 但这恐怕让原本安全成分 变得有毒性 成分里面有锯饼锡 锯饼锡它就是一个 耐高温的塑胶 但是如果说我们拿吹风机 如果定点就这样子吹的话 它的温度可能还是会超过 这个聚饼锡它可以耐受的这个温度 所以它还是会有这个结构破坏的 这个疑虑 超过耐受温度 可能释放有毒物质 甲醛就是其中之一 有小儿科医师曾遇过患者 玩了奈米胶带之后 嘴唇肿的像香肠 小朋友不小心吸入甲醛而引起严重的过敏反应血管性水肿 甚至会导致呼吸道的肿胀而呼吸困难 严重的甚至会引起血压下降昏厥而导致过敏性休克而致死 只要是拿吹风机在定点吹 那它可能会造成它这个释放毒物的几率都会大增 把这个奈米胶拿去用火烤 那当然也会更糟糕 对所以我都会建议就是尽量的不要加热 专家建议如果真要将奈米胶作为娱乐 建议改用其他方式充气 或是扫完让胶带回归本来用途 大爱新闻林一婷 叶宜林台北报导